身穿白襯衫 戴著手銬被罰警戴上車 他就是被稱作罪灘署長的消防署 前署長黃濟敏 從2003年到2009年任期內 涉嫌在九項救難器材採購案中 收賄一千九百二十四萬元 以及圖利廠商上千萬 並收取回扣 臺北地獄 經過四年半的審理 終於做出一審判決 縱使檢察官起訴時對他求處無期徒刑 但是北院法官認為收賄金額有落差 依貪污等十四項罪名 判處他十八年有期徒刑 持奪公權八年 並且沒收不法所得兩千零七十六萬 全案還可上訴 當時黃濟敏在採購案中 找來哥哥黃文咒 在找其他廠商下標為標 並且從中收取六成 匯款幾乎無所不貪 甚至還把不法所得 全都用來購買黃金 檢方查扣的黃金高達二十公斤 市值超過三千萬 原本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但哥哥黃文咒 在調查過程中認罪 並且咬出黃濟敏涉案 才終於揪出這名罪貪署帳 記者 李嘉明 黃家瑋 SNG小組 臺北報導